然而在印度,颜博士刚刚在Viyon电视台上接受了采访 他们的采访也做得很好 这是全印度最大的电视台之一 他们刚刚对颜博士做了直播访谈 油管随即在第一时间就下架颜博士的采访 这就让大家看到颜博士其实像我们显示的 随着大选将冀可能发生在川普总统支持者们身上的事 Rahim一直都在说,谁能监督那些监督者 这些社交媒体的审查小组都有谁 这些由坚决反川普的激进左派组成的三人小组 我们从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然而他们却能决定美国总统说的话是否有事实依据 他们下架了颜博士的访谈 这让你们看到了他们对油管印度分布的影响 他们下架了颜博士在全印度最知名之一 也是全世界最大之一的电视台上做的访谈 我认为这是很令人发指的 这种中共邪恶和阴险本质正在传遍全世界 他们这种影响人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预示 我不应该用惊奇 应该说是很吓人的预示 就像昨天这个纽约市的警察 而是陆军的一个拥有解密级别的预备役军官 从照片看 他似乎也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 但现在爆出来 他其实也为中共解放军做事 他向中共提供了在纽约的其他西藏人的信息 被顺利邀请进入纽约警察局的各个职能部门 这真的是很骇人听闻的 因为这只是冰山一角 可能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在美国国内 不只是中国 西藏或其他地方公民 还有很多美国人也参与其中 这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背叛 我认为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Why下架了盐博士的反弹 这只是一些噪音 但这发出的信号就是他们无处不在 如果我们还不还击 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会陷入巨大的麻烦中 别忘了 瓦人放了盐博士的直播访谈 这说明他达到了中共的痛处 他其实比昨天出炉的共和党报告说的更强悍 我们待会会谈谈这个96页的报告 但油管 谷歌旗下的美国公司却把采访下架了 把盐博士的油管账号给封了 但他的报告比瓦人影响力更大 瓦人在印度来说影响力很大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塔克卡尔森身上 塔克卡尔森上周采访了盐博士 然后他把访谈上传到脸书和油管上 脸书把它下架了 油管也把它下架了 罗里博士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 法律战这部分将会异常激烈 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